校园的霸凌事件频传 但现在怎么老师也牵扯其中了 就在台中一名国小 男老师被学生投诉 不仅会用言语上的羞辱 还会用手捏耳朵 拿联络簿打学生的脸蛋 那么家长呢 气得向教育局投诉 但校方的说辞 对外则强调 这名教师其实是相当有口碑的 好老师 拿联络簿 往我脸上丢 然后因为力道蛮大的 因为午休时间嬉闹 被老师拿联络簿往脸上砸 女学生右脸轻微红肿 当场吓哭 女学生身心瘦创 妈妈心疼带女儿到医院验伤 右脸挫伤怒投诉 认为男老师多次言语霸凌 连班上男学生也受害 就这样然后转 然后拉起来 就是死猴子啊 什么乞丐啊 就是被他侮辱过 摔学生说 只要上课 坐姿没做好 功课没写完 或午休嬉闹 就遭老师辱骂 摔联络簿 甚至把写作业 一写就是一万字 家长看不下去 在这个时候 引导是最好的 怎么会是用这种 比较威权式的教育 遭投诉的是这间学校 六年级的男导师 教学长达二十几年 严格认真 校方认为恐怕是求好心切 造成误会 老师其实他是说 他没有用联络簿丢他 准备在下礼拜三早上 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 希望能够离经事情真相 他在高年级教书 一定有一定的口碑 校方说以往许多家长 抢着指定要给这位老师教 认为他严施出高途 如今却造成师生关系紧绷 有女学生受伤是事实 校方表示还要召开协调会调查中 记者综合报道 周达星 华津 华津 城 Rust